既能水上飘又能翻山越岭的水路两汽车 及其多种作业功能的无人履带车 适应高温高寒高湿气候条件的轻型电动无人越野车 10月10日在长沙举行的2024中国汽车工程学会越野车技术峰会 第16届学术年会及特种车辆大会上 各式日常生活中少见的特种车辆一一亮相 让观众大饱眼福 中国特种车辆大会是针对特种车辆学术交流产业转化 专备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大会 本次大会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越野车技术峰会 北京理工大学乡潭大学等单位举办 汇集了来自中国各地越野车及特种车辆领域的专家学者 行业精英共同交流展示和推动中国越野车 及特种车辆的技术创新与行业发展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秘书长战静静表示 中国的越野车和特种车行业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 展现出非常强劲的市场潜力和创新活力 作为越野车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下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场景中 活跃着特种车辆的身影 在保障社会公共安全提升应急救援能力等方面 发挥着关键作用 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升级 比如说新材料的应用 智能化技术的引入等等 又极大的提升了特种车的性能和使用效果 推动了我们特种车产业在绿色化智能化方面的快速发展 张晋晋表示当前全球汽车产业正加速向电动化 智能化网联化方向转型 中国的越野车和特种车辆也应抓住机遇 推动产业升级 实现高质量发展 提升国际竞争力 记者了解到 本次大会还邀请了智能电动汽车品牌参加 为特种车辆制造企业 提供交流绿色智能化驾驶操控技术经验的平台 智能化是整个汽车行业发展的趋势 这个新能源车在智能技术创新 环保节能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优势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大会的合作 了解到更多关于特种车的技术需求 增加双方在智能科技 新能源技术等方面的交流 新能nement 平台 欧年 悠播 自立拥彩 请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